塔利班宣布組建臨時政府 這個臨時政府可以支持多久呢? 現在這個臨時政府的名字叫阿富汗伊斯蘭郵長國 主要臨時政府裏面全部都是男性 發言人沙欣表示 塔利班希望以以色列之外的世界保持外交關係 並準備好與美國建立關係 歡迎美國參與阿富汗的重建 美國白宮說明無意急於承認塔利班作為阿富汗的政府 首先塔利班開這個條件就等於癡人說夢 去講以色列以外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美國與以色列非常好的關係 他又說叫美國回去阿富汗幫他重建 美國在阿富汗裏面二十年都要走 怎會?尤其是塔利班怎會幫你重建? 塔利班放出這個信號 他現在再次向美國提出改善關係 很表明現在塔利班政權 需要自由世界的支持和承認 另一段新聞說美國肯定不會承認塔利班 塔利班臨時政府裏面有美國通緝的恐怖份子名單裏面 內政部長就由哈卡尼出任 哈卡尼被美國列入恐怖份子名單 即是被美國通緝 哈卡尼是組織哈卡尼網絡的領導人 與塔利班不同 哈卡尼網絡被美國列入恐怖組織名單裏面 被指與蓋達組織有密切關係 曾經參與多宗的恐怖襲擊 美國呢? 這樣情況之下 美國怎會可能承認你呢? 最重要是說你不承認 塔利班經常說開口賣口重建 中共呢? 中共之前塔利班見過這個王毅 塔利班現在是獅子開大口 說什麼呢? 塔利班希望加入中巴經濟走廊 這裏說明了 這叫印度時報9月7日報道 當地時間6日 塔利班在阿富汗首都赫布爾 舉行記者會 發言人木架希德就表示 塔利班希望加入中巴經濟走廊項目 如果塔利班一旦加入中巴經濟走廊 是不是要改名呢? 名字叫什麼? 叫中巴塔經濟走廊 真是太慢了 這裏最重要的訊息就說明了 值得注意就是塔利班之前曾經多次表達支持中共的一帶一路的計劃 當然支持啦 這個一帶一路是一定要付錢的嘛 付錢要... 現在塔利班拿了這個... 這個政權做了這個國家 這個國家之前塔利班跟這個政府軍打來打去 打到這個國家已經一定要重建 最主要就是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不承認這個塔利班 如果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承認這個塔利班 即是我說美帝只是美帝 如果是承認這個塔利班 在後面那些自由世界兄弟都會承認的嘛 其實現在這個自由世界是看美國的頭的嘛 其實中共也在看美國的頭的啦 如果我想美國承認這個塔利班 中共也會承認的 美國承認這個塔利班 看回之前以上的條件 美國不可能承認這個塔利班的 不可能承認塔利班啦 那中共呢 那真是大鑊啦 那中共如果一旦不... 即是不... 即是走數 即是不幫這個... 重建呢 那中共一定會要做好... 即是說... 兩手的準備啦 那我看回另一段訊息啦 這段新聞啦 就說什麼呢 你看標題都知道啦 那西部戰區司令呢 四度啊 就換人 那一定會引起人家猜測的啦 那看回啦 就說現在換了這個叫做... 江... 即是汪海江 汪海江做什麼呢 這個汪海江曾參加這個中越邊境戰爭 俗稱呢 就說... 即是說... 對越自衛反擊戰啦 那他那時候參加這個對越自衛所謂反擊戰呢 那他就說帶領呢 帶領官兵多次抵達前線陣地的偵察獲得一等戰功 那再看下去啦 這裏就說啦 他就說現在這裏呢 由於汪海江擁有這個實戰經驗啦 管控邊境的能力啦 他就說官兵中呢 即是有威信啦 就加上呢 即加上這個年齡合適啦 那就因此啦 因此被中共軍委高層就體重 那就升了去做西部戰區的司令 那就帶領這個指揮這個四川呀 西藏呀 重慶呀 甘肅呀 寧夏呀 青海呀 新疆呀 那最緊要就說 現在看回西藏和新疆 即是新疆這裏地方 西藏不用說啦 對著咖哩哥啦 那新疆 就面對著現在摸不定的這條塔利班 那這裏他講得很明啦 值得注意就說 這次這樣 即是再換人 換了這個叫汪海江 出入這個西部戰區司令 他說 是一個叫做解放軍最大的戰區司令長官 是第四道換人啦 那就是九個月內呢 時間內呢 就換四個人呢 那情況肯定的罕見啦 看回這個地圖裏面啦 現在這個叫阿富汗 中巴經濟走路人都知道這裏啦 那巴基斯坦裏面最近發生什麼呢? 就說塔利班的班仔呢 就襲擊巴基斯坦嘛 襲擊巴基斯坦 是不是很明顯 就是塔利班用這些班仔這樣襲擊 是向這個中共和巴基斯坦放出一個警號 如果中共不幫阿富汗重建 也不讓塔利班加入中巴經濟走廊 他真的可以把這個中巴經濟走廊整條產平都可以 最主要他換人 換人就是這裏啦 中共的西邊現在非常緊急啦 也可以這樣說 中共因為美帝不承認塔利班 中共也不會找到這條數的 因為誰都知道阿富汗帝國墳墓 誰踩進去都死的 你猜中共不知道嗎 中共換人換了一個 叫做曾經打過越戰 曾經叱測一時啦 這個一時已經是42年前的啦 42年後呢 42年之後還沒打過仗 一隊一隊對付著這些塔利班 這些恐怖組織 這些又可以叫做聖戰組織 這些聖戰組織說得明 那些班仔都不要命 拿著電單車就這樣衝過去就爆的 中共這個解放軍 最主要他現在帶領這些解放軍裡面 他這個所謂這個 新的西部戰隊司令員曾經打過仗 在這些解放軍裡面有沒有人打過仗啊 演習也多 打飛機也多 真的打過仗沒有 還要對付這些聖戰組織 這些隨時塔利班這些班仔的聖戰組織 他真的說過啦 打到當然是打啦 打不到就爆咯 中共面對著這個問題的啦 即是等於現在中共呢 真的呢 我看他的那個形勢啦 換人換一個 曾經打過仗的人 隨時不找數 隨時不找到 即是等於中共的西邊 即是隨時會爆發這個戰爭的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